陈老师工作室出品 嗨,我是陈老师 在很多亚洲国家 当你要进入室内的地方 你是需要脱鞋 无非是为了保持室内的干净 而在泰国,脱鞋的文化 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 如果你去泰国,去到一些地方 一定要记得脱鞋 第一个就是人家的家 去泰国人的家 不管是住别墅也好,住公寓也好 入屋之前一定要脱鞋 因为泰国人因为热 所以他们会直接坐在家的地板 或者在地板睡觉 所以泰国人的家的地板 会掃得很干净 而在泰国的一些农村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不用脱鞋 在人家的门口 会放一个很大的水桶 你不要以为是用来装饰 是用来洗脚的 如果你去到人家的家 你会说,不好意思,我忘了脱鞋 泰国人会说 不要紧的 你会说,不太好,我还是要出去脱鞋 不要紧的 不用脱鞋 那我不脱鞋了 泰国人的心中 会有驼羊奔跑 所以如果泰国人跟你说 不要紧的 你千万不要相信 他说不要紧的 而另一个地方就是寺庙 几乎泰国是全民信佛 所以寺庙对于泰国来说 是一个很神性的地方 如果你要入泰国寺庙 都不能进去 关于脱鞋的地方 每个寺庙都有不同的规定 你可以把鞋放在大殿的门口 放在楼梯 或者放在鞋架上 而泰国的信众 在鞋子中进入大殿的时候 甚至乎会跪在这里 一步一步走到佛像前面 而脱鞋的地方 是不是很干净呢 其实是未必的 有一些旧的寺庙 其实是没有铺砖的 所以其实有些佛子 它前面还是一些砖 泥、石头 那没办法 别人要脱鞋 你也是要脱鞋 而有时排队 人多 如果不是立刻可以进入大殿的时候 一定会排队排到出门口 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出入 泰国的信众 便会预先把拖鞋放在 入寺庙前的路上 用来排队 是不是跟我们广东有点似 用拖鞋来排队 而泰国比较出名的浴佛子 入去当然也要脱鞋 鞋统一放在大殿外面 因为热天 而且游客又多 大家想想 大家都脱鞋 然后在大殿内笼罩住 那一股 哇 正到不得再正的鞋味 臭脚味 便会陪伴你左右 而泰国的僧人 他们化缘的时候 也会赤脚在烈日当空之下 走在街上 而泰国的人 真是全民信佛 看到僧人一般都会下跪 或者可能他化缘 布施给他 你都要跪在那里 因为他们都脱鞋 所以你作为信众 也要脱鞋或跪在烈日当空的地下 这也是相当有趣的现象 而在泰国的学校 亦需要脱鞋 学生在入课室之前 会把鞋脱了 放在鞋架上 或者是直接脱鞋 然后拿着鞋 然后进入课室 老师的地位 其实在泰国 非常崇高 学生亦很尊敬老师 所以当学生要进入老师的办公室的时候 亦都要脱鞋 但是老师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是不需要脱鞋的 在泰国有一些餐厅 是由竹脊 或者是桌子 那些大排档 其实都是要脱鞋的 所以如果你进去之前 或者是坐下之前 都是要脱鞋的 另外一个地方 是泰国的按摩场所 无论是一些品牌链锅店 或者是街边的一些按摩店 其实都是要脱鞋的 甚至乎有一些 买日用品的雜货店 即是士多 因为很多这些店 都是前铺后居的结构 所以你进去买东西 同时已经进入泰国人的家 所以主人会在店铺 放一块很大的地毡 这块地毡不是让你印脚 而是告诉你 提醒你 麻烦你脱鞋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是 某些工厅 你也是需要脱鞋进去 因为泰国的整体来说 厕所是比较卫生 比较干净 所以 其实也是希望你脱鞋进去 另外 其实泰国也有很多马桶 是那种蹲刺 如果你踩着鞋 去踩到厕所 其实是很骯髒的 你会把蹲刺的位置 踩到很骯髒的 所以会令到一些清洁的工人 会很麻烦 所以在公共的洗手间 他会提供一些拖鞋给你 但是这些现象 一般就是在一些寺庙的公厕 或者是一些很漂亮的公厕 才会这样 绝大部分都是不需要脱鞋的 在泰国在一些公共场所 或者一些地方 也会有一些标识 会提醒你脱鞋 泰国人 他不会因为游客的习惯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所以他人家叫你脱鞋 那你就真的要脱鞋 而泰国其实在古代 大家是没有穿鞋的习惯 一直直到拉马六世国王的时候 因为要大量学习西方 所以才去鼓励一些老百姓 一定要穿鞋 这样才叫文明 当时的泰国政府 要求人们要戴帽 要穿桶裙 以及一定要穿鞋 如果你不穿的话 是会拉你去坐牢 因为天气比较热 又经常下雨 其实泰国人和广东这边的人差不多 有时出街都很喜欢 踢对拖出去 所以身为广东人 你其实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件事 你也会看到泰国人 如果去到一些地方 要排队 便会除了一对拖鞋 你排队 因为太晒 所以自己会躲在阴的地方 去休息 等排队自己的拖鞋 你便会过来穿拖鞋 然后继续排队 但是因为整体来说 泰国人是比较要面 和喜欢去打扮 所以基本上 这些拖鞋排队 或者赤脚走 会在一些市井的地方 而在一些高级的商场 他们会穿得比较正式 才进去 亦不会穿拖鞋 进去商场 好了 今集的时间 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风尘薄薄 我们下集再见